明星大夫 弟兄姊妹平安 本來想說跟大家講說春天好 結果沒有想到今天竟然下雨雪來 感謝神我們弟兄姊妹當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回到我們當中 今天看到Larry 我知道Betty 陳秉英姊妹已經回來了 不知道有沒有來 或許在線上 我們跟他說個好 另外我看到 家良弟兄跟秀榮姐妹 他們昨天飛了一天的飛機 飛了一天飛機回來看我們 真的是感謝神家良跟秀榮 歡迎倦鳥歸巢了 感謝神 讚美神 好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弟兄講到 成聖的這個生活觀 第二講 其實就兩講 上個禮拜一次 接個禮拜一次 那來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 那在上個禮拜 我們所講的 積財寶在天 我們要讓神點亮我們心中的亮光 跟追求神不要憂慮 這三件事情 其實都是關於我們內在的事情 我們這個人內在 我們要去積財寶在天 是我們自己 求神點亮我們內心的亮光 讓我們不要憂慮 這些都是我們內在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要開始往外看 往外講一下 因為 成聖的重點之一 是要在我們基督徒的群體當中 你才有辦法做得到的 聖經有很多的真理呢 跟他的教導 是憑你單單一個人 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學不到的 必須在弟兄姊妹教會的生活當中 才有辦法學習得到 所以 對內跟對外都要學習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這三點 跟弟兄姊妹來一起來探討 讓我們先低頭禱告 慈悲天我們感謝祢 主啊求祢真的是打開我們的眼 主讓我們 成為世上的光 世上的眼 讓我們成為弟兄姊妹的祝福 讓我們能夠從弟兄姊妹的身上 學到屬靈的真理 主啊求祢保守下面的時間 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 講的聽的同盟造就 同盟應許 謝謝主 奉主耶穌名祷告 Amen 在剛剛謝謝Karen幫我們讀的這段經文當中 我們講到的第一點是講到對待他人的一個態度 那有五個小點那我就先開始往下講 第一個我們剛剛有印象應該講到就是不要論斷 主耶穌基督告訴我們說不要論斷 那我們要問一下到底論斷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要論斷別人 這邊的論斷是有一點他的意思是隨意批評他人 而且是沒有經過仔細的思考沒有經過仔細的求證 單單憑自己的一些偏見一些成見 就對旁邊的人其他的人聚下一個判斷斷雨 這當中有一種定人為罪定罪的好像我們就是審判官一樣 啊你這個人就是自私 你這個人就是沒有愛心 有一種定人為罪的一種意義在當中 而且他是一種好像是我們站在高姿態 好像我都知道你做的事我都知道 吹毛求吃的來批評他人 更不要講說我們有沒有什麼寬大為懷 帶著愛心的來說他人 所以這個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論斷人的一個方式 當然這個這樣子的教導並不代表說 我們就對其他人的言行 我們就既然不要論斷人講什麼你說什麼你做什麼我就不管 我就把我眼睛遮起來不管 反正不要論斷別人我就不看你 不是這個意思 並不代表說我們對其他人的言行就完全不顧 我們仍然要慎失明辯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仍然要維護真理 我們仍然要斥責一端 更要勸戒我們的弟兄姐妹 但是也是帶著一個愛心 帶著一個扶持弟兄姐妹的心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有三點至少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去論斷他人 第一個 我們 是沒有辦法知道他人的內心了 有一句話我不曉得各位弟兄姐妹應該都知道 叫做人心隔什麼 肚皮 當然我們平常用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自小說 我這個人好奸詐 我怎麼知道他會奸詐到這個地步 真是人心隔肚皮 你會這樣子講 大部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如果按照一個中立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句話 其實 不也是代表著說 如果他會這樣做會這樣說話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能內心有一些傷痕 他有一些軟弱 他有一些難處 他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不也是人心隔肚皮 所以這句話 當然有時候我們用在比較負面 但是有時候還有另外一方面值得我們去思考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相同的經歷在不同人的身上 或許神有不同的旨意 我都挺得過去 你為什麼挺不過去呢 我都可以這樣做 你為什麼做不到呢 為什麼他都可以做 你就做不到這樣的事情呢 為什麼 他可以憑信心不堪一身 你今天得到神的醫治 你為什麼就一定要去看醫生呢 NO 各位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把經歷 當成一種規則 神有不同的旨意在不同的人身上 即便是相同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隨意的去論斷別人 特別真的不要把經歷當成一種規則 來應用來數落弟兄姐妹 第三個 其實我們沒有足夠的良善去批評別人 我們說弟兄姐妹 你怎麼在這個事情上跌倒 換著我絕對不可能 要是我早就如何越過去了 千萬不要說大話 我們沒有那個足夠良善 有一天在這個事情上面 也許我們會 遇到相同的狀況 也會相同的跌倒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去論斷別人 但實際上 不要去論斷別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有一段經文在哥林多潛書第四章 他講到說 我告訴 我被你們論斷 或者是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 連我自己都不論斷自己 保羅他自己 對別人論斷 他認為是小事 他自己都不論斷他自己 注意看第四節 他說 我雖然不覺得自己有錯 卻也不能因此得以誠意 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保羅認為他自己沒有錯 但是他也都不敢說 因為他知道 判斷 真的有判斷的全秉的 是在神 為什麼 因為神的判斷 神是最公平的 神瞭解我們內心的意念 只有他 所以 人心隔肚皮這件事情 在神身上是不能用的 因為神看頭 他也瞭解所有的事實的經過 因此神的審判是最精準的 讓人是啞口無緣 你沒有辦法辯駁的 所以 第五節 所以 時候未到 什麼都不要論斷 只等著主來 他要造出 暗中的引擎 顯明人心的意念 所以 判斷主 判斷的乃是神 在神的身上 這是我們不要判斷一個很大的一個理由 不要論斷 對不起 那接下來 主耶書講了一個道理 就是說我們用什麼樣的良器 良給人 就是說我們用什麼樣的標準 去判斷這個人 那 別人 也會用什麼樣的標準 或者是良器 來看我們 良此 那在馬太福音有一段經文 我覺得跟我們 跟這段經文有很大的互相呼應的 這邊講說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 然後注意一下第36節 我要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 這個我們我們中文都知道閒話是什麼 這個八卦什麼之類 但是其實在這邊這個閒話 其實有在其他版本翻譯成空疏無懼的話 換句話說 你講出來的話 你根本沒有什麼根據 就說句說別人 那英文叫做careless 隨意亂講的話 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共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意 也要憑你的話來定你有罪 各位弟兄姐妹 善人就發出善來 惡人就發出惡來 如果用這樣子的經文跟我們讀到這個良氣的問題 我們來配合一起來看 其實啊 有時候我們可以從別人對我們的講話 有時候我們覺得怎麼對我都這麼無理 對我要求這麼高 其實有時候可能問題就不在他們身上 別人對我們如何是因為我們發出來的東西 讓他有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我們可以從別人如何對待我們 來反思一下我們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所以值得我們來思考 那講到這個地方 我來跟弟兄姐妹介紹一個人 這位James先生 這位James先生 James Bashford 他是 生於1849年 所以很多年 一百多年前 那他55歲的時候 他到了上海 成為上海魏理工會的一個 一個第一任在地的會讀 放棄他來傳福音的 那我講一個他 我講一個他講的故事 你知道在那個時代 歸東姐妹你要從 你要從這邊去到任何一個地方 或者是跨州 你得坐船 所以也沒有飛機可以1894年 1900年 沒有那種波音747 可以載一百一兩百人兩三百人 他們要坐船 所以坐船的時候 就像我們今天坐Cruise一樣 你會到一個港口 嚇一些人上一些人來 那這位James先生 他就坐一個船 然後有一天到了一個港口 那他的同艙的旅客就下 同艙 這沒有個人艙的 同艙旅客就下去了 就有一個 有另外的旅客上來跟他同艙 他就看看這個人 心裡低估低估了一下 好到了隔天 他就去找這個船上 負責客艙 艙務的這個員工 然後就說這個這樣子的 我手上有一個蠻寶貝的金錶 身上有一些比較寶貴的財物 我就交給你幫我保管一下 他說這是James先生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有這個服務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因為昨天上來那個人 我看他不太順眼 我覺得他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我有點擔心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 寄存在你這邊 等我要下船的時候 我再跟你拿 沒有問題 James先生 不過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剛剛你同艙的那個旅客 也來我們這邊做相同的事情 因為他看你也是一樣 你有什麼涼器涼給別人 沒有什麼涼器涼給你 或者我再講一個故事好了 你知道現在很多加油站 那有時候有些地方 一些比較local一些 比較不像城市這麼集中 有些一個鎮差不多就一個加油站 有一天有一個爺爺 跟帶著他孫女 就坐在這個加油站這個地方 那當然有些外地的人 開車進來就要加油 那這個爺爺跟孫女就坐在那邊 然後有一個人開車進來 看到這個爺爺就說 欸 請問先生老先生 你們是當地人嗎 他說是啦 你們這個鎮上怎麼樣 那個老先生說 那你們鎮上如何 你來的地方怎麼樣 他說我們那個地方 我們那個社區很糟糕 一天到晚說八卦 而且彼此都說哪裡的不對 彼此批評 都足不出戶的 我們那個社區真的是很糟糕 這個鄰居處不來 那個老先生說 喔 這樣子 其實我們社區也是這個樣子 他說喔 這樣子 真是不好 加個油就走了 因為那個人在找新的住宅的地方 接下來過了大概20分鐘 又有另外一車 他說也是一個外地來的人 他就問老先生說 欸 你們這個鎮怎麼樣 大家還好吧 那個老先生說 那你們鎮 你來自那個鎮怎麼樣 他說喔 我們那個鎮很好 我們這個neighborhood 非常的friendly 彼此守望相助 彼此互相幫忙 常常逢年過節 大家彼此幫助一下的 那老先生說 喔 這樣子啊 那我們這個鎮也是這個樣子呢 然後這個人就加了油就走了 然後這個孫女就說 爺爺啊 你怎麼兩邊講的人 你們講的話怎麼 天差地遠差這麼多啊 爺爺就跟他講說 其實啊 這個 你做什麼樣的人 就會把這樣子的氣氛 帶到什麼樣的社區來 所以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來自什麼樣的社區 從他所講的話就知道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 你用什麼良器量給別人 別人一樣用什麼良器量給你 那接下來 弟兄姐妹講到這個 這個刺 跟良木的事情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我們弟兄姐妹 要注意一下 這邊講到的這個刺 並不是我們真的感覺 他們間隔也像正一樣 可以把眼睛刺下的那種刺 這邊的這個刺 這邊這個刺 它代表的是一個小小的東西 非常小的東西 眼中如果記得一粒沙 你會很不曉得 會很難過對不對 就是那個叫做刺 良木呢 當然也是一個 這個比較 比較 我們講說誇張 或者一種形容詞 表示你有很大的一個 一個東西在你眼睛 那個地方 那上個禮拜 我不曉得弟兄姐妹 記不記得的時候 我講了一個故事 講到一個法利塞人 跟一個 瑞利 到店裡面祷告的 這個故事 大家都可能還記得 其實在那一段經文當中 一開始的時候 第九節 耶穌就已經下了一個段階 是說那些仗著自己是義的人 去藐視別人的 我今天再講一個聖經當中的一個故事 這是記載在薩摩爾記下十二章一到四節 這是一個先知講的 他說在一個城裡面有兩個人 兩家人 一個是富富有錢的人 另外一個是窮人 很沒有錢 那這個在那個時候 家裡面如果有錢 就是養了很多的牛羊 牛羊成群 那那個沒有錢的家裡面 他們只有養一隻很小的母羊羔 小小羊羔 那隻羊羔 他們跟他一起吃 跟他一起喝 還跟他一起睡 家裡面就把他當成家裡面的兒女一樣 非常好的 那有一天這個夫婦 這個有錢的人 他有人來拜訪 他要宰 由牛羊來招待這個客人 那他捨不得 自己的牛羊 就跑去跟那個沒有錢的人 窮人家裡面 把那隻母羊羔 拿來載了親人 各位教授請問 你還記得這是跟誰講的故事嗎 先知跟大衛講的 這個故事 我們可以去想像一下 這個夫婦 這個有錢的人 到這個窮人家裡面 他要拿他們家羊羔的時候 他要說什麼話 各位兄姐妹 窮人當然捨不得 富人說把你那隻母羊羔給我吧 窮人說這是我們家唯一的 富人說我還會欠你嗎 你看我家牛羊那麼多 對不對 你還擔心什麼 你們家有幾個錢啊 我的牛羊隨便哪一天我一定會還你的 類似這樣子的conversation 各位弟兄姐妹 解經王子 他說沒有一件事情 比懷有批評的 靈更不盡錢 我們帶著一個批評的心 去看待別人的時候 覺得你啊你眼中有刺的時候 你帶著一個批評的心 那這樣子一個態度是非常不盡錢的 就像那個夫婦一樣 也沒有一件事情比 去挑刺的偽善 更不像基督 當我們去挑別人的時候 而心中卻是帶著批評的靈的時候 那個叫做假冒偽善 可是卡伯摩根說 你這個糧木一旦除去 我們才能夠像基督那樣 用溫和柔系的方式把刺去掉 使弟兄恢復清晰的視力 各位弟兄姐妹 並不是說這個刺 這個小小的沙子不要去 我們要幫助弟兄 可是必須當我們的眼中 沒有糧木 這個糧木已經拿掉的時候 去幫忙弟兄出去眼中刺的時候 那小小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才會感受到 我們內心中基督的良善 才會感受到真實的溫柔 否則他看到的 就是你眼中的良善 你可以想像我們去看眼科醫生 結果眼科醫生帶一個厚厚的鏡片 眼睛瞇瞇的說 我要幫你弄你眼睛的問題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赤於良善 接下來這段經文是可能稍微 會比較 對我們讀經的時候來講 會比較突兀的一件事情 他說 不要把 聖物給狗 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珠前 恐怕他 践踏了珍珠 轉過來 咬你們 這邊的聖物或者是珍珠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 屬靈寶貴的真理 那當然 豬跟狗 那我們當中很多東西 這邊養狗 你很喜歡狗 我必須說 在這邊講這個豬跟狗 在以色列人來講 那是非常不潔淨的東西 所以呢 這邊講到的是 當我們想把一些福音的真理 屬靈的真理 跟一些人傳的時候 可是這些人 不但 不信就算了 那反過來 逼迫我們 什麼意思呢 我舉一個段經文 在使徒行傳案第18章 希拉跟 提摩泰從馬其頓來的時候 我們遇到 那時候保羅 正在未到迫切 哇他很努力的在傳福音 他向猶太人證明什麼 證明 耶穌是基督 你知道這個是很大的力氣 證明耶穌就是那獨一真神 三位一體的神的其中之一 很 很用力啊 可是猶太人怎麼樣 他是既抗拒 又怎麼樣 毀謹 毀謹 不但 不信也就算了 反過來 逼迫保羅 毀謹保羅 結果保羅怎麼辦 保羅就抖著一掌說 好吧 那你們的罪就歸到你們自己頭上 與我無關 從今以後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 就跟這段經文有一點呼應 但是 老實講 各位弟兄姐妹 這段經文 並不是很容易實行 這段經文也沒有給我們的任何理由 隨便講 傳一傳 你不信 那你就是那個豬跟狗啊 不可以 不是這個樣子 大部分可以應用這段這裡 大概是在宣教的前端 去向異教徒 或者是很有逼迫的地方的 人傳福音的時候 大概可以應用這段經文 但 但是 既然他 屬耶穌講在這個地方 就跟弟兄姐妹解釋這件事情 最後關於 人之間的這個事情 關於人的事情 我來講到最後一個 當然這是在十二節的地方 講到如何待己也如何待人 這段經文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麼樣帶你們 你們也要怎麼樣帶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讀到這段經文 我們弟兄姐妹一定會想到 馬可福音講他說 我們我們要盡心盡盡盡盡益 盡力愛主我們的神 其次就是怎麼樣 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條介命更大了 所以一邊講到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其实有异曲同共知名法 这边讲得到这个是诫命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不论我们在哪里受到教育 大概 不论是学校教的 或者是其他所谓世界上的哲学 都讲一个道理 己所不欲怎么样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不但是 他们讲 大概祖后大概20年30年 有一个人就问这个犹太的拉比 说他叫希列 好像叫希列的样子 希列 希列啊 你既然是犹太的拉比 你们用几分钟时间 给我们summarize一下 律法书到底在讲什么 律法书是什么 那这个希列就想想想想 好 他说 不要把你自己所恨恶的事情 加在别人身上 就这一句话 其他所有讲的 全部都是对这句话的注解 跟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有点像 很可惜这个系列 没有读到马太福音 但那时候他还没有 没有读到马太福音 这段主耶稣所讲的话 因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简单啊 不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不想人家骂我的 我就不骂别人 我不想要人家 说我的不是 我顶多不要去说别人 我就闭口就好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不讲 不做 不说 己所不欲勿 这是消极面 但是主耶稣在那边 讲了这个律法 跟先知的道理 他说什么 你不愿意怎么样 人怎么样带你 你就要怎么样去带别人 行动 你喜欢别人送礼物给你吗 谁不喜欢 那你就去送礼物给别人 你希望小孩子 儿女爱你吗 那你要更多的爱他 所以他是一种非常积极的 为什么他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 因为他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 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人 透过行动去证明 我们是有基督的良善跟爱的 所以如何代己 如何代人 我们必须从一个积极面 去看这件事情 绝对不要说 这个意思就是 己所不欲勿失于人 天差地缘的两个道理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 接下来讲到 从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 开始讲到祷告 祷告有两件事情 跟弟兄姐妹讲 一个是神旨意成就的途径 另外一个是神乐意私安的神 这段经文 我想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 马太福音讲 告诉我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抠门就给你开门 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 你把自己的属灵的眼光拿出来 提个高度来看这件事情 这边讲到的是一个祷告的全貌 祷告包含了祈求 包含了寻找 包含了寻 包含了抠门 从祷告到开门 这是神旨意成就的一个途径 祷告绝对不是一个片段的一个活动 我祷告完我就算了 我又祷告了 其他我不管了 不是这个态度 这三个英文 ask seek跟knock 都是现在事 他的意思是 要恒切的祷告 要恒切坚定不移的寻求 也要恒切坚定不移的抠门 各位弟兄姐妹 神旨意成就的途径 必须从祷告开始 有和神心意的祈求 然后要接近全力的去 阶层尽力的去寻求 跟积极勤勉的抠门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希望教会有复兴 能够有更多的接受福音到我们教会里面来 愿不愿意 都没声音啊 愿不愿意 愿意啊 当然愿意啊 因为是和神心意 所以我们要放上祷告的代价 但是不要忘记 祷告之后 我们必须去结成尽力的寻求 教会要如何复兴 如果神有感动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该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 积极勤勉的不停的抠门 不停的克服困乱 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这就是一个祷告 神旨意成就的全貌 然后在我离开这个小主题之前 我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你要查验一件事情 查验一下 我们祷告的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答案 是不是祷告了半天 也许神会跟你讲说 你祷告半天 问题就是要你去做 We are the answer 也许我们就是那个答案 结果我一直祈求 结果寻求 忘了寻求 也许神叫我 要东宫就是我们自己 各位弟兄姐妹 有时候 祷告而没有行动 其实就跟有行动 却没有祷告 一样很有缺陷 而我们自己 没有采取那个行动 也许 我说也许 没有那么确定 我们自己 没有采取那个行动 有可能正是 阻碍我们所祈求的 没有实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在祷告中寻求神 很重要 祷告一个树林的眼目 看到祷告到底什么成就的 不要只是观光注重在祷告而已 祷告已经很重要 但是行动 要去抠门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 叫做神是乐意施恩的神 主耶稣讲的这个 我想我们大家都懂 谁有儿子求饼 给他石头 求鱼 给他会咬人的蛇呢 天父 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完全不好 但神一样 把好东西给我们 哥林多厚师有一段经文 他说神的允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 都是yes 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 我们必须要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父神 天父家里面 宝贝很多 可是我们常常就是 家里有宝贝不拿出来用 一天到晚去外面找宝贝 找一些世界的方法 那实际上 神早就有宝贝预备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富二代 所以我请你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请你跟你的左右旁边说 握个手说 很高兴认识你啊 富二代 有人不握手啊 高兴认识你啊 富二代 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祈求 好好的祈求 来到神面前来寻求这件事情 最后面这个大的主题叫做 走对路要打好根基 那经文很长 我没有办法一一个来列出来 但是基本上有讲到两条门路 两种果树跟两种根基 各位弟兄姐妹 主要是告诉我们说 走到灭亡的那条路是宽路 是四线道很宽的 快速往前进的 而且那个门是宽门 可是引到永生的 宽门跟小路 人有一个特性 包括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喜欢跟上潮流 喜欢跟人多的人在一起 大家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 这个社会都已经同意这件事情了 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件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两条门路 真的 我们如果把教会的人数 在大多人多地区华人的人数 你跟星期天到所有的华人超市里面去的人数 你去比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到底是哪边的人多 基督徒真的人比较少 但是这条路 是宽路 是小路 不要 说人多 我最好在人多地方比较安全 永生不是这回事 主耶稣讲 那是宽门跟小路 第二个要讲的是两种根基 两种果树 一个是结坏果子的假仙芝 另外一个是结好果子 遵循神之义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想你们看不看得清楚 这两张照片 左边那张照片很清楚 这个披着羊皮的狼 右边那边那个狼在什么地方 右边这张照片狼在什么地方 你们看得清楚 就最前面那一只 对不对 最前面那一只 好 没有关系 那个 看一看就好 在这个幕后的世代 假仙芝跟异端 非常的多 不要认为他们是 远在 很其他的地方 他其实 在很多的地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花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OK找到了 谢了 就是前面那只 OK 好 我要放下一张了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我要在这个地方 利用大概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跟各位弟兄姐妹 稍微提一下 一些异端 跟一些 假仙芝他们所传的东西 对不起 有些人会传一些 是是而非的理论 那我提醒各位弟兄姐妹 几个要分辨的东西 第一个 虽然也许我们对三位一体 这个 他这个教义在我们当中的 掌握度 也许不是那么多 异端对于神的看法 有很多的异端 他们的真理的教导 首要攻击 就是认为神 不是三位一体的神 因为这个是异端真理 入门 他必须要破坏这个真理 他才有办法 插入一些他们的真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跟你传讲 说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 或者是他把 借着一些 似是而非的一些话 想要把这个 把这个真理给糊弄过去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第二个 对于基督的看法 是否是根据圣经 当他否认 或者模糊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 接下来他就会 歪曲 基督是神 又是人的一种看法 他也许不用说 也许他会说 圣经讲的都是对的 不过 我多讲一点东西给你们听 他会外加一些 歪理 基督来的 神经来的是男的 所以是基督再来 他是女的 他没有去讲圣经 他只加了一些东西 然后基督 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 有一天基督会再来 他会说 对 圣经讲的没有错 但是我跟你讲 基督已经来了 他会歪曲 弟兄姐妹 你对基督的看法 歪曲之后 随然而然 自然而然的 他就开始加入另外崇拜的对象 教主 等等之类的 他把人 用人 来取代神的地位 他可以完全说 我们都读圣经了 但是我们这边有位先知 他讲的话非常重要 都是根据圣经的 另外 接下来他就说 对于经典的态度 圣经 对他们来讲是唯独的吗 还是说 知一啊 圣经很好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些经典 能够解释圣经 然后把那个经典 提到跟圣经一模一样的高度 甚至 把它取代 另外一个可以验证的部分是 他们的领导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群体的创始人 是否有好生命的见证 我讲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 在团体里面 那时候团体的哥哥姐姐们 我们那时候没有 没有 没有internet什么影片随意下载 没有 那是将近30年前 所以我们那时候传的 大概是录影带 我想 可能小孩子不晓得 录影带 我们那时候 哥哥姐们的推荐说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在美国 他叫杰米·史华格牧师 叫Jimmy·史华格 他为什么出名呢 因为他 对教会的软弱 他 众教会的软弱 他很能够争辩 软弱 不传福音 爱世界 所有的教会被他骂的 一无是处 可是 很多基督就很喜欢看 对 这个牧师真好 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很常常听他的录影带 现在其实他还在 1988年 这个牧师被人发现 他在去参加 大概是去参加某个聚会 conference的途中 还是后来 在旅社 招妓女 那这个事情爆开来 被人家抓到了 那就 他没有见证 他后来 他是一个电视不到家 后来他在电视上 流着眼泪 向神认罪 说God I sin against you 祈求弟兄姐妹的原谅 丁姐妹没有原谅他 我相信有的 可是1991年的时候 再次被抓到 他就脱离他原有的中派组织 他自己成立一个 他的ministry的 的电台 电视台 而且做到非常的成功 我们那个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哥哥姐妹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会有这个事情 你如果 丁姐妹你有兴趣看 你去网站 jsm.org 他仍然在传福 他今年88岁 但是他 半导了太多太多的人 我都没有办法 我都没有办法 数过来多少人 我不然 他传的也许是 也许是 纯正的福音 但是他的见证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丁姐妹 有很多异端的创始人 他的领导者 他们所做的事情 在你去听这样的言论之前 你要好好的跟教会的长法指示们沟通 或者你去做自己做一些research 到底有没有好的生命见证 而且他们在这个时代常有的方法 是用批评代替感恩 他会给你 我们现在微信很发达 他会给你送你好多好多的link 各位东姐妹 你在网路上 你逛真的千万要小心 异端 是是而非的道理非常的多 他用批评取代感恩 是是而非的说辞 取代清楚的真理 目的就是要诱使你离开教会 去加入一些奇怪的组织 使很多人生命就这样被带歪 他可以约你喝咖啡 可以约你聚餐 约你一起shopping等等之类的 各位东姐妹 真的是要小心 这个末后的世代 甚至刚刚我们说的经文 那个果子不一定就单指生命的见证而已 他所流露出来的东西 他所彰显出来让你看到的东西 你要综合判断 那些都是果子 各位东姐妹 最后面 这段经文 今天大概在27节 大概东姐妹今天没有念到 但是他讲的就是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 就是我们的根基 其他的根基 都是杀土 所以我用一首诗歌的一部分 让东姐妹来听一下 诶不对 那个电脑桶工具帮我放 我心想忘了你干净 你又交着流星骨 從此以往空虛平 我獨靠主耶穌生命 你在幾個盤世間 幾個盡卻是沙土 幾個盡卻是沙土 詞曲 曲 曲 李宗盛 有時黑暦折平凡 耶穌本帝永不改不 當風去遭遭我也不怕 因為我還地跑了 你在幾個盤世間 幾個盡卻是沙土 幾個盡卻是沙土 各位弟兄姊妹 基督就是那盤石 就是那堅固的盤石 所有其他的 全是沙土 一定要記得這句話 任何人想要在這個盤石上面做功夫 都要小心 基督就是那堅固的盤石 再一次 其他根基 全是沙土 所以我們今天 連著上個禮拜 我們講六件事情 基財寶在天 求神點亮我們內心的亮光 追求神 我們不要憂慮 然後我們要考慮一下 我們如何對待他人 然後 禱告 是一個全程 一個屬靈的一些 神成就的一個途徑 另外 現今來講 我們要走對路 打好我們的根基 各位弟兄姊妹 在講到的末了 最後送各位弟兄姊妹 一段 對不起 一段經文叫做 唯有耶穌 在菲利比書第三章第十二節 保羅說 我絕對不是已經得到 以成聖的角度來講 保羅絕對不是說他已經得到了 他已經完全了 他是什麼 因為他是接力追求 使得他可以得著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接力追求可以得著 我用一個環球聖經一本翻譯後面這一段話 他說 因為其實啊 我已經被基督耶穌得著了 我們要得著成聖 我們要接力追求的原因是 我們這個人已經被耶穌基督得著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真的 唯有耶穌 耶穌是那堅固的磐石 那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唯有耶穌 我們一起站起來唱好不好 唯有耶穌這首詩歌 呼應了這段經文 我們在 我們已經在耶穌基督的懷中 我們已經得著了 我們要接力追求 這個成聖的道路 讓我們一樣也可以得著 我們等一下這個power point 我們看一下 我 VII dummy 我們有沒有歌謀 那時候請 那個回應師哥 回應師哥PowerPoint 回應師哥 謝謝 好 謝謝 來 耶穌的腦 是夏天看見 耶穌的腦 你是傷心人 耶穌的腦 全被釋放 找不可動 便未可動 唯有耶穌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穌 能使水變成就 照黃蜂風去浪平行 他能受罪心神奇 耶穌 無人與你消避 耶穌的腦 是夏天看見 是夏天看見 耶穌的腦 一直傷心人 耶穌的腦 全被釋放 超不可動 佰不可動 好 超不可能 變文靈可動 再一次 祈备天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真是赞美祢 主啊 祢真是无人能与祢相比 祢就是那坚固的磐石 祢是那平静风和海 祢是医治疾病救人的主 主啊我们赞美祢 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交在祢的面前 主啊祢真是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能够立下根基 主啊就是你自己 让我们坚定走在这条 神圣的道路上面 让我们不偏左右 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教会走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 主啊你有你的保守 有你的恩典 有你的能力 有你的智慧 与这个教会同在 主啊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谢谢主丰厚的赐予 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 世间教会主席